欧洲之星服务再出事了 这次是英国伦敦附近的火车隧道淹水 至少有14趟往返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列车取消 其他班次也延误 英国国内火车服务也大受影响 火车公司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洪水就像水连洞那样冲入了隧道 欧洲之星证实 泰晤市地区的隧道淹水 往返伦敦的列车服务被迫取消 当中包括14趟连接法国巴黎 荷兰阿姆斯特丹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列车 在终点站圣派安克拉斯国际列车站 乘客就投诉资讯不够多 让他们蒙在鼓里 漫无目的地等待 本月21号法国罢工行动 已经导致欧洲之星列车的班次大乱 另外英国东南铁路公司则在脸书发文说 基于安全考量 高铁服务暂停一天 暂时还不清楚列车服务 什么时候会恢复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体 2050